1978年的夏天,对于12岁的小华来说,是一个既漫长又艰难的季节,小华,快点吃,吃完还得赶去上学呢,母亲催促道,她瘦弱的身影在昏暗的厨房里忙碌着。 小华低头看着碗里的红薯粥,努力咽下最后一口,妈,我吃饱了。 真的吃饱了吗?母亲担心地问,要不再吃点。 小华摇摇头,真的饱了。 弟弟呢?他已经出发了,母亲说,你快去吧,别让他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 小华点点头,背起破旧的书包,快步走出家门。 刚出门,就看到弟弟小明在不远处等他。 哥,你怎么这么慢呢?小明抱怨道,别嚷嚷了,快走吧,不然又要迟到了。 小华拉着弟弟的手,加快了脚步。 兄弟俩沿着泥泞的小路,向着十里外的学校走去。 路上,小华的肚子突然咕咕叫了起来,哥,你饿了吗?小明问道。 小华勉强笑了笑,没事,可能是早上吃得太快了。 小明从口袋里掏出半个玉米饼,给你吧,我刚才偷偷藏的。 小华看着弟弟手中的玉米饼,心里一阵酸楚。 他接过玉米饼,掰成两半,我们一人一半。 就这样,兄弟俩一边走,一边小口小口地啃着干硬的玉米饼。 到了学校,小华总是坐立不安。 不是因为上课内容太难,而是因为肚子里的饥饿感。 他看着周围有些同学偷偷吃着带来的点心,心里既羡慕又无奈。 放学后,小华和小明又踏上了回家的漫长路程。 哥,你说咱家什么时候能吃上大米饭呢? 小明突然问道。 小华叹了口气,别想那么多了,能吃饱就不错了。 可是我听说,隔壁村的李叔叔家天天都能吃大米饭呢,小明嘟囔着。 小华停下脚步,蹲下身子看着弟弟,小明,你听哥说。 咱们家现在是困难,但只要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到时候,不仅能吃大米饭,还能吃肉呢。 小明眼睛一亮,真的吗? 哥。 当然是真的,小华笑着揉了揉弟弟的头。 所以啊,你要好好学习,不能偷懒。 嗯,小明重重地点头。 回到家,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 看到兄弟俩回来,他勉强笑了笑,回来了,快去洗手吃饭。 小华走近一看,锅里还是熟悉的红薯粥。 他强忍着失望,坐到了桌前。 就在这时,父亲推门而入。 他的脸色比往常更加阴沉,孩子他爹。 你回来了,母亲迎了上去,快洗手吃饭吧。 父亲摆了摆手,你们吃吧。 我不饿,说完,就走进了李屋。 母亲担忧地看了看李屋的方向,然后转向小华和小明。 你们先吃,我去看看你吧。 小华和小明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担忧。 他们知道,家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晚饭后,小华躺在床上,听着父母在隔壁小声交谈,家里的粮食不多了。 母亲低声说,再这样下去,孩子们怎么办呢?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要不我去找找工作。 你的身体,母亲欲言又止,没事。 为了孩子,我还撑得住父亲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无奈。 小华听着父母的对话,心里难受极了。 他多希望自己能长大一些,能帮家里分担一些。 第二天早上,小华起床的时候,发现母亲的脸色比往常更加苍白。 妈,你怎么了?小华担心地问。 母亲勉强笑了笑,没事,可能是昨晚没睡好。 小华刚要说什么,母亲突然捂着肚子,脸色痛苦地蹲了下去。 妈,小华惊叫道,赶紧扶住母亲。 父亲听到声音跑了过来,怎么了? 妈妈肚子疼,小华急切地说, 爸,我们得送妈妈去看医生。 父亲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可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了。 小华看着痛哭的母亲,心里一阵脚痛。 他知道,家里的情况已经到了最糟糕的地步。 就在这时,母亲勉强站起身,没事,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他转向小华和小明。 孩子们,你们去大博家一趟,借十斤大米回来。 小华和小明都愣住了。 去大博家借米。 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可是小华欲言又止。 母亲摸了摸小华的头,去吧,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 小华点点头,拉着弟弟的手,向大博家走去。 一路上,兄弟俩都沉默不渝。 他们知道,大博家虽然条件好一些,但因为一些家庭矛盾,两家的关系一直很疏远。 哥。 大博会借给我们米吗? 小明小声问道。 小华叹了口气,不知道,但我们得试试。 终于到了大博家,小华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谁呀,里面传来博娘的声音,博娘,是我们,小华和小明,小华怯声声地说。 门开了,博娘惊讶地看着他们,哎呀,是你们哪,快进来,快进来。 兄弟俩走进屋,小华鼓起勇气说,博娘,我妈让我们来借十斤大米。 博娘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好好,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们装。 没过多久,博娘就拿着一个装满大米的袋子回来了。 她还顺手拿了些糕点给兄弟俩,来,吃点吧。 小华和小明受宠若惊,小心翼翼地接过糕点。 回到家,母亲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看到兄弟俩平安回来,还带回了米,她明显松了一口气。 妈,大米借来了,小华把米袋递给母亲。 母亲接过米袋,准备倒米时,却突然停住了。 她的手开始颤抖,抱着米袋,突然哭了起来,小华和小明都惊呆了。 他们从未见过母亲这样失控。 妈,你怎么了? 小华担心地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母亲摇摇头,泪水还在不停地流。 她颤抖着手,从米袋底部掏出了什么东西。 小华凑近一看,是一个信封和一张纸条。 这是小华疑惑地看着母亲。 母亲深吸一口气,擦了擦眼泪,孩子们过来。 小华和小明围到母亲身边。 母亲打开信封,里面是一打钱,这是大伯给的。 母亲解释道,不只是这次,以前每次我们去借米,大伯都会在米袋底下放钱。 小华和小明都惊讶地张大了嘴。 母亲继续说,我一直以为大伯只是借给我们米,没想到他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们。 小华想起大伯临走前塞进米袋的信封,突然明白了什么。 母亲展开纸条,念道,我知道你们家最近很困难。 这点钱不成敬意,希望能帮你们渡过难关。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我们是兄弟,不说两家话。 听完纸条上的内容,小华感到一阵温暖,涌上心头。 原来大伯一直在默默关心着他们。 就在这时,父亲推门而入。 看到一家人围在米袋旁,他疑惑地问,怎么了? 母亲把纸条和钱递给父亲,简单解释了情况。 父亲看完,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的眼眶渐渐红了。 母亲拉住父亲的手,老头子,咱们误会大哥了。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帮咱们。 父亲沉默了许久,最后长叹一声,使我太固执了。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他看不起我们小华看着父母, 突然意识到,这个米袋不仅带来了食物和金钱, 更带来了一份久违的亲情。 爸,小华鼓起勇气说,我们要不要去谢谢大伯? 父亲点点头,对,我们应该去。 第二天一早,一家人带着借来的大米和钱,来到了大伯家。 大伯看到他们全家来访,明显吃了一惊,你们怎么来了? 父亲上前一步,深深居了一躬,这些年,谢谢你。 大伯连忙扶起父亲,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是兄弟,不用这么客气。 两兄弟相视而笑,多年的隔阂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母亲拉着伯娘的手,眼中含泪。 嫂子,这些年辛苦你了。 伯娘摆摆手,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小华和小明站在一旁,看着大人们流泪,拥抱,交谈,心中充满了温暖。 大伯招呼大家进屋坐下,伯娘忙着泡茶倒水。 屋里的气氛虽然有些尴尬,但比起以前的冷漠,已经好了太多。 大伯开口道,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你说清楚,但总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父亲叹了口气,是我太固执了。 当年因为那点小事,就跟你闹翻了。 这些年,我总觉得你看不起我们家,所以也就一直没来往。 大伯摇摇头,哪里的事? 我知道你生活不容易,想帮忙吧,又怕你觉得我在施舍。 所以就想了这个办法,每次你们来借米,我就在米袋里放点钱。 母亲插话道,你这办法可真是,要不是这次孩子们去借米,我们还不知道呢。 大家都笑了起来,屋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不少。 小华鼓起勇气,问道,大伯,那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爸妈呢? 大伯摸了摸小华的头,笑着说,你爸这个人啊,你是不知道,他的自尊心可强了。 要是我直接给钱,他肯定不会要。 所以我就想了这个办法。 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啊,我这个臭脾气伯娘这时候端着一盘水果出来。 行了,别说这些了。 来,大家吃点水果。 小华,小明,来,尝尝这个苹果,可甜了。 兄弟俩小心翼翼地接过苹果,香甜的味道充满了口腔。 小华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苹果。 对了,大伯突然说,我听说你最近在找工作。 正好我常理缺个管理员,你要不要来试试。 父亲一愣,这,这不太好吧。 大伯拍了拍父亲的肩膀,有什么不好的? 你放心,我不会给你特殊待遇的。 就按正常程序来,你要是能胜任,这工作就是你的。 父亲眼睛一亮,真的吗? 那,那我试试。 母亲在一旁感动得直抹眼泪,真是太谢谢你了。 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两家人重新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 从那天起,小华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父亲在大伯的厂里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当上了车间主管。 母亲的病在大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家里的伙食也改善了不少。 红薯粥和玉米饼不再是每天的主食,取而代之的是香喷喷的大米饭和各种蔬菜。 小华和小明再也不用忍饥挨饿地上学了。 更让小华高兴的是,大伯主动提出要资助他和小明的学习, 你们俩好好读书,以后考上大学, 大伯给你们交学费,大伯笑着说。 小华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只能紧紧抱住大伯。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了报答大伯的恩情。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父母的欠条。 我妈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要为自己的人生买单。 所以,从我和弟弟出生开始,每个人床头都摆着一打厚厚的欠条,花一块钱都要打欠条。 她说,只有还清了,我们才有成家立业的资格。 从小到大,我节衣缩时,生怕多花一分钱,终于在三十岁这年,还清了所有欠债。 结婚当天,却发现说好带回婆家的五十万元彩礼,被我妈换成了旧衣服。 你这个白眼狼,父母恩情还得清了? 这五十万,就是我拿得怎么了? 你还能为了这五十万,把你老娘送进监狱吗? 她用我的钱,给弟媳买了一套房。 原来从始至终,欠债的只有我,弟弟的欠条上写的,是妈妈对她的全权母爱。 感谢老妈送给我的这一双,爱你。 感谢老妈给我买的水果手机,笔心。 我终于死心了。 既然从没把我当成一家人,那么以后也不必是一家人了。 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好日子,我终于嫁给了我从大学就喜欢的人。 仪式即将开始,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秋时,你的彩礼放哪了? 我猛地回过头去,就看见闺蜜脸上写满了慌张,而原本放在我酒店房间里面的五十万现金不翼而飞。 现在里面装着的,是几件臭烘烘的旧衣服。 我顿时只觉得天旋地转,这些是我老公拉下脸从各位亲戚和同事那里借来撑场面的。 因为没有赔价,所以一开始我只要了六万六的彩礼。 但是我爸妈觉得,乡下人耗面子,要五十万才行。 大不了到时候让我们拿出来展示一下,婚礼结束就原封不动地带回去。 我这才勉强同意,但是现在钱没了。 我顿时没有了结婚的心情,穿着笨重的婚纱,直接冲到了闺蜜面前。 看着里面有点眼熟的衣服,我闭了闭双眼,勉强克制住了自己愤怒的心情。 转头看向旁边势不关己,但是眼神却一直往这边飘的母亲张彩霞。 妈,我的钱呢? 她一愣,随后面带担忧,怎么了?是钱丢了吗? 刚才都谁在屋里? 没准是人太多了,不小心被拎包的,她的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 刚才在这个房间里的只有你和爸爸,还有我闺蜜,刚才她出去给我穿婚纱了,房间只有你一个,所以我才问你的。 她脸色飞速变得通红,眼珠子转了转,矛头便对准了闺蜜,我早就说了,你这个闺蜜不是靠谱的,就是她拿走的也说不定呀。 父亲林建成也在这个时候开口,看着我的眼神中满是厌恶,我说你着急忙慌回来是干什么,原来是为了要钱。 果然是个白眼狼,胳膊肘往外拐,当初就应该把你送人,白白养你这么多年。 她骂骂咧咧咧地吐了口痰,差点粘在我租来的婚纱上,反正我们没动,那就是你闺蜜拿走了,让那个小剑蹄子给你钱吧。 闺蜜蜜脸上浮现几分怒意,叔叔,你说话要讲究证据的。 我没拿,眼看着两人要吵起来,我将闺蜜护在身后,看着假装关心的母亲和骂骂咧咧的父亲,原本麻木的心再次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 既然都没看见,那就报警好了。 此话一出,林建成顿时怒了,像是一只炸毛的公鸡,直接冲到了我的面前。 迎面就是一巴掌,你非得逼老子在你大喜的日子删你。 你这个白眼狼,就非得为了这点钱闹得家宅不宁吗? 我沉默地打开了手机,调出了行车记录仪。 这个包,从家里到车里,闺蜜始终都没打开过。 而刚到酒店,这个包就转交给了张彩霞夫妻俩。 这下,我妈终于变了脸色,咬牙切齿地看着我,再也维持不住那装模作样的担忧。 我人老了,看不懂什么监控,没有用。 我告诉你,那是现金,你又没有证据是我们拿的? 你能怎么办?你现在还是抓紧时间去结婚吧? 别耽误了及时。 他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就是不肯把钱交出来,也不肯承认是自己拿的,咬死了我没证据。 我看着我的亲生父母,心中生起几分悲凉。 爸妈,我最后问一遍,你们是真的没见过这些钱吗? 张彩霞毫不示弱地冷哼一声,没见到。 和我们可没关系,保不齐是你闺蜜拿走了,你还在那傻傻地相信人家呢? 我苦笑一声,语气带了点心灰意冷的意思。 那正好,报警吧,那些钱是我前天特意从银行换来的新钱,都是连号的。 只要让警察搜一下,很快就能找到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 走吧,田田,让酒店经理把门关上,我去报警。 下一秒,身后传来一阵尖锐的冷笑。 母亲面目因为破房变得猙獰,看着我眼中满是凉薄和厌恶,声音也变得扭曲。 好啊,还藏着这一手,报警吧,你去报。 你把老娘送进去就开心了,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在结婚当天为了这点钱给你老娘送进监狱。 你去报警啊。 她冷笑,脸上是十足十的愤怒,是我拿得又怎么了? 不就是五十万吗? 我怕告诉你,这点钱都不够你偿还我的恩情的。 老娘十月怀胎把你生下来,给你喂奶,把你养到这么大价出去,我就是拿了你的五十万,又怎么了? 旁边的林建成骂得更是难听,各种生殖器官和林彩霞女士的身份在她嘴里翻来覆去的出现。 最后,她喘了口粗气,恶狠狠地瞪着我,白眼狼。 养你不如养条狗。 起码她知道朝主人摇摇尾巴。 看着两人生气,我心中也很是无奈。 但是他们毕竟是我爸妈,我还是放缓了态度,尽可能温和地解释, 这些钱是我和小雨借的钱,之后是要还给人家的。 家里要是真的缺钱,可以从这里面留下六万六。 我抿了敏唇,犹豫了一下道,而且之前我欠您的钱,一共二十八万九千六百七十五点三二元, 不是已经汇到妈的卡上了吗? 这才几天就花完了? 我是真的很疑惑,所以才问出这句话的。 因为这二十多万,是我毕业后攒下的全部积蓄。 我妈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要为自己的人生买单。 所以,从我和弟弟出生开始,每个人床头都摆着一打厚厚的欠条, 花一块钱都要打欠条。 她说,只有还清了,我们才有成家立业的资格。 从小到大,我节衣缩食,生怕多花一分钱,终于在三十岁这年,还清了所有欠债, 才能跟恋爱多年的男友结婚。 这座大山一样的恩情,终于能让我有喘息的时候了。 但是现在,我的母亲,张彩霞女士,却阴沉着一张脸,嘴唇颤抖地骂我不笑。 你这个不笑女,想用这么点钱,就断绝我对你的恩情。 你想都不要想,我告诉你,你还清了钱,你还不清我对你的恩。 我生你的时候,差点死在病床上。 这半条命是你永远都还不清的恩情。 它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叫嚣,这给我下达了最后通牒。 反正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钱我是绝对不可能给你的。 这是你欠我的,我凭什么给你? 听着他斩钉截铁的话,我没忍住鼻头一酸。 莫大的委屈在我的眼眶中酝酿,最后凝结成崩溃的泪水。 我几乎是嘶吼地问他,那你要我怎么办? 这钱你不给我,你要我怎么向婆婆和公共交代? 你有没有想过我以后在婆家的处境? 我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亲生孩子? 你们有哪怕一时一刻为我想过吗? 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感受到父母对我的爱。 只有在我主动张口说,这个东西我不要给弟弟吧。 或者主动给爸妈汇钱的时候,才能从他们的手指缝里得到一些他们施舍的爱意。 这么多年我一直对他们的态度甘之如疑,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我的爸妈,是我最后的港湾。 但是现在我眼中的港湾却摧毁了我心中最后一丝温情。 在他们眼里,女儿后半生的幸福甚至没有手中那笔钱重要。 见我哭出声,林建成居然讽刺一笑,看着我的眼神中满是不屑。 你除了哭,还会干什么? 我告诉你,这笔钱我绝对不可能给你的。 他的话没说完,我身后的门就被人推开。 进来的是我弟,他今年二十多岁,穿着一身名牌。 笑着凑到了母亲面前,揽住了他的肩膀。 在他进来的那一刻,我父母脸上的表情一变,目光中透露出几分慈爱。 我看着三人亲密的互动,心中骤然一痛。 而弟弟进来后直接对着张彩霞开口, 妈,你俩就别逗我姐了,看看都给我姐吓哭了。 他三言两语间将我刚才受的一切委屈定性成开玩笑。 随后面不改色地和我解释,姐,你也别哭,这大喜的日子哭了多不好。 爸妈这么做也是舍不得你嫁人,怕婆嫁对你不好吗? 正好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个亲戚过来借钱,把钱借走了。 顺带地也是想考验一下姐夫一家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到时候他们要是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凶,你不是也能及时止损吗? 他朝着我几眉弄眼,你可别浪费了妈妈一片好心啊。 他说到这里,母亲脸上突然涌现出一抹悲戚, 看着我的眼神中居然真的带了几分不舍。 你这孩子实在是太伤妈妈的心了。 我心中顿时涌现出一抹愧疚。 张了张嘴,嘴角刚被父亲打得一巴掌带来的刺痛, 却突然让我回神。 原本的愧疚如海水一般消退了下去。 演戏需要真的结结实实给即将结婚的女儿一耳光吗? 我不信。 而弟弟却在这时将我拽了出去。 拉到没人的地方后,他小声道, 姐,你今天实在是太过分了。 你明知道爸妈对你嫁人根本都舍不得。 你越在这催他们还钱, 他们越觉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就越不想还你了。 这样,你先回去,给我一个星期, 我肯定劝他们俩把钱还给你。 怎么样? 我看着眼前多年未见的弟弟, 心头目得一软。 这么多年,家里唯一对我好的可能也只有他了。 因为我们额外的开销,需要打借条, 他便总从张彩霞那里育之前, 给我带各种各样我从未吃过的小零食。 甚至在我十八岁的这年, 他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了一个蛋糕。 那香甜的味道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味道。 于是我点了点头, 叮嘱,那你可千万记得让爸妈赶紧还我。 这笔钱真的不是我们的, 是要还给亲戚和同事的。 要是被拿走, 我们真的没办法交代。 林耀泽连连点头, 将我送到了闺蜜那里, 让她帮我补妆。 闺蜜叹了口气, 看着我的眼神很是复杂。 我看出来她欲言又止, 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 今天委屈你了, 婚礼结束后, 我和小雨请你吃饭, 给你包一个大红包。 她娇俏一跺脚,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钱。 我缓缓摇了摇头, 她们毕竟是我爸妈, 我总不能和她们彻底闹僵。 我弟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 这下闺蜜也说不出来什么了, 只好就此作罢。 仪式结束, 我趁着敬酒换衣服的时候, 将这件事情和老公以及公婆说了一下。 她们都大度地表示谅解。 我心头一暖, 本以为这件事应该到此结束, 却没料到差不多十天过去了。 林耀泽再也没联系我, 而父母则是在参加了我的婚礼后, 便回了老家。 仿佛这五十万的事情, 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而这几天, 我明显能够察觉到老公的亲戚们 开始频繁地给公婆打电话。 就连偶然碰见老公的同事, 他们都会委婉地问一问 这笔钱怎么样了。 毕竟也不是个小数目。 虽然每次接电话, 公婆和老公都会偷偷跑到阳台上去接。 但是, 看他们卑微地让他们再还几天的模样, 我还是忍不住心头一酸。 我趁着这周末 匆匆回了趟老家, 想要和爸妈问问 这笔钱到底怎么样了。 他们嘴里的那个亲戚 有没有还钱。 但是还没等我进家门, 就听见门口几个正在宅菜的大妈 正一脸感慨地说些什么。 我隐约间从他们的口中听见了我的名字, 我心头一动, 不经意地往他们那边走了走, 就听见大妈说, 这老林家可真是双喜临门啊。 儿子刚娶媳妇半年, 闺女就嫁了个挺好的人家。 另一个则道, 何止啊, 听说人家儿媳妇怀孕了, 儿子孝顺, 是要让老两口进城去住, 还要帮忙带带孙子呢? 我心头顿时生起几分疑惑, 还有几分后知后觉的心惊。 弟弟结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 二十五岁那年, 我几乎是跪下求爸妈, 让他们把户口本给我, 让我和老公结婚, 但是他们却摆出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模样。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说过了, 只有还清你手上的这笔债, 才有资格成家立业。 现在你一个还不清贷款的老赖, 凭什么结婚生子? 说着, 林建成将一打欠条的复印件 狠狠地砸在了我的脸上, 你还欠十五万呢, 打算什么时候还? 我这么多年, 我省吃俭用, 才勉强还清了欠债。 但是我弟弟从小到大身上穿的是名牌, 吃的是大餐。 这么多年, 找爸妈借的钱数不胜数。 粗略估计得, 有个小百万了, 他是怎么在我之前还清贷款的? 明明他现在连一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我为了把钱还清再结婚, 让我老公从二十六岁就一直等我。 等到现在三十六岁, 我才终于嫁给了他。 弟弟又凭什么轻而易举的末世规则, 在我之前结婚。 我心头发寒, 合着我遵守了这么多年, 几乎束缚了我一生的规则, 只针对我一个。 我闭了闭眼, 心头滔天的怒火像是要把我淹没一般。 我猛地推开了门, 原本屋里的欢声笑语请客间消散。 林建成厌恶地瞥了我一眼, 讨债鬼回来了, 随后背着自己的钓鱼楼扭头就走, 像是看我一眼都嫌烦。 而张彩霞则是盘着腿坐在炕上哭哭唧唧, 像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旁边林耀泽陪着笑, 见我进来了, 连忙道, 对不起啊, 姐姐, 那个亲戚联系不上了, 钱也没能拿回来, 要不然这样, 我给你打一个欠条吧, 你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而母亲终于舍得对我露出一个好脸色, 她抹着眼泪, 想过来拉我的手, 对不起啊, 秋时, 妈真没想到她是个骗子。 妈有罪, 妈造孽啊, 你别让你地写欠条, 压力太大了对她不好。 她一边说, 一边拍大腿, 恨不得要扇自己挤记耳光。 我看着几人, 脸上堪称逼真的愧疚, 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 这就是我的好弟弟, 我的好妈妈。 如果不是我在门口, 突然听见隔壁大妈聊天, 她是真会信了他们的鬼话, 明明都已经双喜临门了, 却还打算瞒着我呢。 长久以来的压力和痛苦辱骂和虐待, 终于让我忍不住爆发。 我冷冷地盯着林药祖, 冷笑一声, 还写欠条。 你从小到大写欠条, 写了这么多, 你现在还上几张了? 听说前段时间你出去找工作, 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被辞了吧? 怎么是他们给你的赔款 够你还了这么多年的债务了吗? 你也配合我说打欠条, 没想到我会突然爆发, 甚至直戳他的痛处。 林药泽顿时破防, 恼羞成怒地道, 这钱也不是我借的, 你冲着我吼什么? 我虽然赚得少, 但是一直在努力慢慢还呀。 我不像你有本事, 行了吧, 你才是最有出息的。 大笑女, 她呲牙咧嘴的模样, 像是个鬼怪, 对我竖起了全身的刺, 更何况我欠的钱是欠爸妈的。 我也没欠你的, 吃枪药了, 说我干什么? 我听了她这副理直气壮的说辞, 骤然冷笑一声, 好好好, 还想着瞒我, 是吧? 我突然伸手, 一把抢过了母亲腰间的钥匙串, 把她拽得一个亮枪, 差点摔下炕, 但是我却不管不顾, 直接从那里找到了最小的一枚钥匙, 直奔屋里的保险柜去, 行啊, 那我看看你这么多年到底还上多少了。 没想到我会突然动手, 弟弟和妈妈猝不及防, 反应过来后, 他们赶紧上来拼命地拉扯我, 但是我却不管不顾, 眼看着以一敌二打不过, 我直奔厨房, 拎起菜刀, 反手就是一砍, 他们顿时尖叫一声, 远离了我, 我则是用刀刃对着他们, 瞳孔中满是疯狂, 我真是受够了, 这么多年合着只骗了我一个人, 我看着他们惊慌的眼睛, 没忍住惨笑一声, 听说你们都有儿子和孙子了, 在这和我比比划画的, 万一伤到不好了吧? 两人脸色顿时一变, 张彩霞, 你你你了半天, 也没说出来一个字, 我把人往旁边一拨, 打开了保险柜,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所谓的欠款, 到底欠了多少吧? 这个保险柜装的, 都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而那些欠条, 也是家里所谓的财产之一, 之前每年过年的时候, 母亲都会单独把我叫走, 让我跪在那里, 聆听她的教诲, 说我这么多年, 欠了她多少多少钱, 然后打开保险柜, 开始和我翻总账, 我原本以为弟弟那边是父亲在负责, 却没想到, 可能从始至终, 弟弟都不知道他所谓的欠款, 到底欠了多少, 我将保险柜打开后, 映入眼帘的是两个盒子, 其中一个上面写了我的名字, 里面有三张欠条, 而另一个盒子则是一打整整齐齐的纸片, 被人每张都诉封好, 甚至用夹子仔细地夹起, 生怕丢了一张, 粗略看下去得有个百十来张, 我清楚地记得属于我的那个欠条应该是, 成人里315块钱的裙子, 初中英语补习班的800块钱, 以及成人当天这么多年的总花销289,675块3毛2, 当时我还完欠款, 快乐地想把所有欠条都烧掉时, 却被张彩霞一把夺下, 他见我疑惑的眼神, 支支吾吾了半天, 找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妈想留个纪念, 我当时心情大好, 于是玩耳一笑, 把欠条他又给了他, 我的目光又落到旁边属于弟弟的那一打欠条上, 每一张纸都被仔细地诉封好, 这么多年纸张甚至都没有泛黄的痕迹, 打开一看, 却发现那里哪是什么欠条, 而是我这位好妈妈张彩霞女士对他儿子的全权母爱, 上面的第一张, 应该也是他亲笔写的第一张, 上面稚嫩地用拼音写了一行字, 谢谢爸爸妈妈送我的玩具车, 我接着往下翻, 感谢老妈带来的这只一双, 爱你, 爱你, 谢谢爸爸妈妈赏赐的最新款苹果手机, 我最爱你们了, 么么哒, 而最新的一张还没来得及诉封, 是林耀泽前几天写下的一行字, 儿子从爸妈的小宝贝变成大宝贝了, 感谢爸妈送的大房子, 正下方垫着一本红色的房产证,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林耀泽三个字, 边上还有一份签好的购房合同以及发票, 上面是一个女生的名字, 成交金额正好五十万, 刹那间像是有一盆冷水对着我迎头交下, 让我全身都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抖, 最后细细密密地交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 让我的呼吸都变得困难, 我顿时哈了一声, 没忍住落下泪来, 猛地把手中的东西摔在了炕上, 转头怒视它们, 现在让我听听你们的解释, 用我的五十万, 买房了是吗? 让我猜猜这个女的是谁, 是林耀泽的媳妇, 是吗? 眼看我知道了所有事情, 林耀泽和张彩霞干脆破罐子破摔, 后者翻了个白眼, 声音中甚至带了几分不满, 那我有什么办法? 你弟妹怀孕了, 要在房子上加名字, 你弟那套房子升值空间大, 总价也高, 加上它名字, 还不如直接给她买一套来的划算, 我不也是为了你弟弟, 为了这个家着想吗? 长姐如母, 你非要这么计较,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劲往一块使, 和和美美的多好, 怎么只有你是个白眼狼? 忍了许久的眼泪, 终于还是溢出来一些, 我没忍住, 苦笑出声, 乖巧了这么多年, 只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被冠以白眼狼的称呼, 我全身都发抖, 剧烈地喘息,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两人, 目得冷笑一声, 原来从始至终, 只有我把你们当家人, 但是没有人把我当成家人, 见我心红的一双眼睛, 壮若蜂魔的模样, 林耀泽也不装了, 他抱着胳膊冷笑一声, 看着我眼中满事不屑, 行了, 你今天闹成这地步, 看样子也没把我和爸妈放在眼里, 既然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那我们不如就分家好了, 你以后生了女娃被人戳磨, 人老朱黄被家暴的时候, 可别想着找我这个弟弟帮你, 他戏谑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到时候我可没功夫管你, 另外, 房子是爸妈买给我们的没错, 这是他们的钱, 他想给谁就给谁, 你犯不上眼红, 毕竟也没花你的钱, 我目光沉沉地盯着他, 只觉得自己错系了他, 没想到小时候乖巧地懂事的弟弟, 长大之后居然是这副德行, 我只起身子, 将刀刃重新对准了他们, 在他们惊慌的眼神里, 我的神情也彻底冷了下来, 想要讨个公道的想法, 如同大火一般, 开始在心中缓缓燃烧, 我不眼红, 我只是想要回我自己的钱, 那五十万你少给我一分, 我就报警, 一听我这话, 张彩霞顿时坐在地上嚎叫起来, 好啊, 报警吧, 那就报警, 钱是我给出去的, 你要抓也抓我, 到时候我进监狱了, 钱你也拿不到, 他开始在地上撒泼打滚, 你这个白眼狼不要脸了, 把老娘送进监狱, 那你的脸也别要了, 白眼狼, 不像女, 他抓起身旁的东西, 朝我扔来, 我连忙抵挡, 却见旁边有什么东西闪过, 砰的一声, 砸在了我的脑袋上, 我强撑着最后一分, 意识转头, 就看见一脸金黄失措的林耀泽, 举着手中的锄头, 满脸震惊, 粘稠的鲜血从额头上流下, 我两眼一翻, 终是昏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了, 旁边是老公和公婆, 三人见我醒来, 脸上出现惊喜, 老公更是直接抓住了我的手, 眼眶中满是血丝, 他深吸了一口气,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旁边的婆婆也是松了一口气, 摸了摸我的头轻声道, 我知道你在娘家受委屈了, 没事, 妈在呢, 妈疼你, 旁边的老公也是细声细气的安慰, 别为了这五十万发愁了, 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 没有什么难关过不去的, 说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挠了挠头, 只要你别嫌弃, 我们家没钱就好, 你这么好的姑娘, 五十万的彩礼能把你娶回家, 是我赚了, 旁边的公婆也是一脸赞同, 眼中满是宽慰, 我心头一热, 脸上终于带了点笑意, 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结束, 公婆能说出这种话安慰我, 使他们人好, 使他们大度, 但是我做人却不能这么不要脸, 在他们出去给我打饭的时候, 我直接在家族群里面, 爱特了林耀泽和张彩霞, 还钱, 否则我真的报警了, 蓄意盗窃加故意伤害, 妈, 你不怕坐牢, 就不知道你的宝贝孙子的前途, 会不会受影响了, 我冷笑一声, 毫不留情地接着打字, 毕竟但凡你未来的好孙子考工, 临了得知你这个好奶奶居然坐过牢, 耽误了人家的前途, 不知道弟妹一家会不会恨死你啊, 张彩霞顿时破了大房, 在群里面咒我一辈子生不出儿子, 骂我是个白眼狼, 是个畜生, 林剑成也是破口大骂, 一连串六十秒的语音接踵而来, 我也不是受虐狂, 没兴趣听他们对我的谩骂, 果断地退了群, 退群前我留下最后通牒, 如果今天我见不到这五十万, 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毕竟是你们先下的手, 果然人在好说好, 商量的时候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 只有硬气起来, 他们才会知道你是认真的。 当天下午, 张彩霞就带着一张银行卡来了医院, 冷着脸将银行卡甩在了我的脸上, 我也没生气, 静静地看着它, 老太太冷笑一声, 没眼间都透露着刻薄, 没心甘的东西, 就知道钱钱钱的, 我带的钱给你了, 我颠了颠手中的卡, 递给了旁边的老公, 你去查查这里是多少钱, 没想到我会玩这么一手, 毫不留情面。 张彩霞脸色绿了一下, 只好开口, 这里面是二十万, 说着他抿了抿唇, 也不说剩下三十万, 什么时候能给我, 而是开始诉苦, 小时候我多疼你呀, 要不是我护着, 你爸早把你送人了, 没想到有一天你, 居然能因为这点钱, 和我闹成这样, 真是白瞎这么多年, 我这么疼你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用余光撇着我, 我见状直接冷笑一声, 戳穿了他们的真面目, 想把我送走, 你们那是不想吗? 只是不敢吧? 毕竟把孩子送人是犯法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冷静, 事到如今, 你们也不用再和我说疼不疼我的了, 毕竟你真疼谁假疼谁, 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这辈子一共给你写了三次欠条, 现在不如你也给我写一张吧。 怎么样, 你应该轻车熟路才对。 张彩霞顿时脸色一绿, 铁青着一张脸, 直接转身就走。 见他离开, 我急忙催促老公去医院楼下, 将卡里面的钱全部取出。 这边刚取出来下一秒, 我就发现了自己被拽入了一个群聊里, 算上我一共六个人, 分别是我的好爸妈和弟弟, 弟妹。 这次骂我的就不只是爸妈了, 又加上了一个弟妹。 那尖酸刻薄的模样, 活像是我拿了他家的钱。 真是要责的好姐姐啊, 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 拿了爸妈的钱不说, 还给妈妈弃成这样, 真是畜生。 从来没见过这么坑父母的女儿。 为了给你凑这点钱, 爸妈拉着一张老脸向亲戚朋友借钱。 你还要不要脸呢? 我看着他在这里义愤填膺的模样, 没忍住笑出了声。 慢条丝里的在聊天矿里打下一行字, 可是这笔钱不是用来给你们买房子了吗? 你心疼他? 把房子卖了呀。 那边弟妹瞬间闭了嘴, 紧接着林建成开口, 我不在家, 你就这么欺负你妈。 小崽子, 老子告诉你, 我以后再也不认你这个闺女了。 王八蛋, 从此以后, 我老林家没有你这么个畜生。 我听着他骂骂咧咧, 心中奇异的再也没有生起一点难过。 而是满腔细血, 好啊, 我会找律师解除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 同时也希望你们说话算话, 从此以后和我老死不相往来。 原本骂骂咧咧的林建成和张彩霞瞬间耿住, 后者过了半天发出了一句, 做梦。 紧接着又是一条六十秒的语音, 你是我闺女, 你对我有赡养义务。 我告诉你, 你不要欺负我没见识, 你是要养我一辈子的, 你今后每个月都要给我们两养老钱。 想就这么断绝关系, 不尽笑, 你做梦。 弟妹见状急忙插嘴,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火气? 原来是姐姐不想给妈养老啊。 我瞥了一眼她的话, 嘴角勾起一抹冷嘲,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今天还账还差三十万, 如果你一周内再还不清, 我就报警。 到时候房子收回, 我转手就卖掉, 让你们一家人睡大街吧。 说完我直接再次离开了群寮, 拉黑了他们所有人。 几天后, 我委托的律师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们签字了, 我顺利地和他们断绝了一切关系。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 更好的消息是, 他们在法院的催促下, 不得已卖掉了老家的房子, 将剩下的三十万在一周之内还给了我。 自那之后, 我便好几年都没有再和他们见过面。 等再次遇见, 他们已经是快三年后了。 那时, 我正跟婆婆一起逛街, 顺便给即将过生日的老公挑选礼物。 突然在街道两旁, 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是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垃圾箱里面捡瓶子的林建成和张彩霞。 就在我观赏他们的窘迫时, 张彩霞突然因为一个瓶子和两个年轻人发生争吵。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 强硬地让那两个年轻人把手中刚买的水给他。 那两个年轻人当然是不同意, 于是便发生了口角。 林建成冲过去破口大骂, 嘴里满是脏话。 但是那两个年轻人可不是我, 会一直忍气吞声。 直接一拳挥出, 林建成瞬间闭了嘴, 而旁边原本一脸猙獰的张彩霞也闭上了嘴, 瑟瑟发抖地看着两个年轻人扬长而去。 婆婆的呼唤叫回了我的注意力, 秋时,怎么了? 我笑着对他摇头, 没什么。 婆婆举着手里面的两条裙子笑道, 闺女, 刚给你看了两条裙子, 妈觉得都挺好看, 咱们都买回去吧。 婆婆盘算着, 还要再选两双配套的鞋子才行。 哎呀, 要不顺便再挑两条项链吧。 你现在戴的项链都已经是去年买的了, 现在你和你老公赚大钱了, 咱可不能省着, 想买点啥就买。 我笑着依依答应, 却忍俊不禁道, 妈, 咱们今天是出来给你儿子选生日礼物的呀, 到现在买的都是我的, 一件小雨的都没买呢。 婆婆一拍, 额头也笑了, 我都忘了这事了, 没事, 你选的什么她都喜欢, 到时候你随便给她买点, 凑合凑合就行了。 她拉着我的手就要往金店去, 听说她前两天又惹你生气了。 走, 妈, 带你买个大金镯子去。 以后她要是再惹你生气, 你就买个金镯子。 多买几次她就不惹你生气了。 我笑着称是, 任由婆婆拽着我走进了金店。 现在的我再也不用为了一条裙子写借条。 更不用每天计算着自己到底吃一个馒头, 还是半个馒头。 如果今天多吃了半个馒头, 会不会影响自己第二天的生活。 更不用在每年过年的时候 跪在冰凉的地面上 聆听着母亲冷漠的算计。 所有原生家庭没得到的父爱和母爱, 我的公婆都给了我。 这样就足够了。 自从那天偶遇之后, 我便再也没有刻意打探 那一大家子的事情。 不久后, 我还是得知了他们的近况。 只因他们得知了我和老公一起创业发大财的事情, 找上了门了。 那天我们正打算搬家到新买的大平层。 一开门就看见门口蹲着两个熟悉的身影。 见我们开门, 张彩霞哭嚎地一声扑了上来, 这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呀, 乖女儿。 我赶紧躲开, 她又灵活地靠近我, 嘴里不停地哭诉, 说生活过不下去了。 我这才知道, 弟妹并没有如愿生孙子, 而是给他们生了一个大胖闺女。 生了之后, 他们就觉得弟妹对不起他们, 没给林家传宗接代。 暗戳戳地窜夺林耀泽, 趁此机会吃人家的绝户。 林耀泽也是个傻子, 听了这两个大蠢驴的话, 家暴弟妹, 甚至打掉了弟妹肚子里面 还没有成形的二胎。 还没等他们后悔, 弟妹反手就把他们告上了法庭。 林耀泽这才知道害怕, 天天跪在弟妹的面前, 苦苦哀求她撤案, 请求她谅解。 而弟妹也终于露出了狐狸的爪牙, 冷笑着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那就是把当年买的那两套房子 全部卖掉, 去她老家那边生活, 相当于让林耀泽入赘。 林耀泽为了自己不进监狱, 背着林建成和张彩霞 同意了这件事。 房子都卖了以后, 这俩老东西没有地方住了。 毕竟前两年, 在我彻底和他们断绝关系时, 为了凑够剩下的三十万, 他们不得已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 原本想着儿子能帮他们养老, 却没想到最后被赐他们的 正是他们疼爱了这么多年的好儿子。 弟妹那边靠海吃海, 入赘当那边的林耀泽 不得不开始学着那边男人 开始下海抓鱼, 却不料渔船触礁, 淹死在了海里。 弟妹得知这件事情后, 毫不犹豫地带着女儿另嫁他人。 在林耀泽还没过头七的时候, 弟妹那边就开始风风光光 办起了婚礼。 说到这里, 张彩霞的脸上满是泪水, 旁边的林建成也是眼眶通红, 摆出了一副隐忍多时的模样。 张彩霞一边哭一边抓着我的手急切道, 女儿啊, 你弟弟死得蹊跷, 你现在过得这么好, 帮我们找律师。 我要告他们, 他绝对是他们为了拿到钱 故意害死你弟弟的。 你弟弟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死了呀。 他委屈呀, 老两口哭得鼻涕横流, 一脸稀奇地看着我。 我看着他们这副将一切希望 都寄托在我身上的模样, 没忍住笑出了声, 真不好意思, 请问你们是? 林建成两人瞬间呆住, 张了张嘴急切道, 我们是你爸妈呀。 你现在有钱了, 连你爸妈都不要了吗? 我则是冲着他们摇了摇手指, 不好意思, 前两年我和爸妈断绝了关系, 我现在只有公婆, 没有爸妈。 我直接摁响了门口的呼叫铃, 叫来了物业保安, 不好意思, 麻烦把这两位老人请出去, 以后也不要让他们混进来了。 不然我就要质疑你们物业的水平了。 物业一听这话, 忙不迭地扯着两人往外走, 那两人还在声嘶力竭地嘶吼, 我是你妈呀, 我是你爸, 你这个白眼狼怎么能不要爸妈呢? 可是, 既然当年从没把我当成一家人, 我凭什么认他们? 我现在的爸妈是我的公婆, 我现在的家人是老公他们一家子。 至于我的亲爹亲妈? 我冷笑一声, 转过头去不再看他们的身影。 那是谁? 我可不记得了。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 小姑儿子结婚, 我给一万, 舅舅知道后, 骂我没良心, 你舅妈还在医院呢。 前天我小姑的儿子江河结婚了, 因为我在外地回不到老家, 于是就给他转过去一万块钱的份子钱,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母亲知道了。 而后舅舅便给我打来电话, 在电话里骂我没有良心, 说我不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 还说他现在就在医院里需要钱, 给我打电话借了那么多次, 我都没有理他, 把我臭骂了一顿。 然而我却笑了。 在江河结婚前, 一个周舅舅给我打来电话, 他说在市区给舅妈看病, 花了不少钱, 话里话外, 大概意思就是让我拿一点钱过去, 还让我有空下班做饭给他带过去。 然而我拒绝了, 拒绝的时候舅舅破了大房, 在电话里面把我臭骂了一顿。 挂了电话没多久, 母亲也给我打了电话, 在电话里哭得不行, 说我不懂得感恩, 说我不懂得孝顺, 还说我这样做的话, 到过年的时候, 他没有脸回姥姥家。 说实话,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和那边将近有二十年没有来往过, 也没有任何的金钱上的来往, 这又关我什么事情呢? 只是我没有想到, 我给小姑的儿子随了一万块钱的份子钱, 这件事情像是炸了锅一样,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舅舅更是破口大骂, 说我没有良心, 但这真的怪我吗? 从小家里的人就问我是舅舅亲, 还是叔叔亲? 是大姨二姨亲, 还是大姑小姑对我亲? 小时候我不懂这些选择, 只是知道谁给我躺, 我就说谁给我亲。 从来都没有在乎过, 也没有去思考过。 以前舅舅跟我们家走得很近, 当然还有我的大姨二姨 跟我们家走得也很近。 那是因为我们家有三轮车, 有摩托车, 还有浇水用的棒。 在那个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中庄稼, 收庄稼的时候, 大部分还是以人力为主, 拿着镰刀在庄稼地里面收割, 可能一家几口人收割一天, 也割不了二姨地。 割下的麦子还要用驾车 拉到厂里进行碾压, 然后再拉着麦子到镇上去浇工粮。 来来回回要忙碌十几天, 人累得不行。 而我父亲当时是有三轮车的, 每到收麦子的时候, 舅舅将会来到我家把父亲请走, 说是请走, 就是喊他过去干活。 每天天不亮开始干活, 到天黑的时候, 父亲再回来干我们家里的活。 收庄稼, 离地, 撒化肥, 打农药, 浇工粮等等等等, 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父亲在帮忙。 那个时候, 舅舅刚结婚没多久, 母亲又是他的姐姐, 觉得舅舅比较辛苦, 所以就喊着父亲过去帮忙。 父亲也是觉得家里面有这些设备, 反正都是一家人, 帮个忙也无所谓。 帮完老爷家的事情, 就去帮大姨二姨家的, 像我大姑小姑这边, 也是很少帮忙的。 不过大姑小姑都说先去帮姥姥家, 免得后面母亲跟我父亲吵架, 免得家里面不和谐。 舅舅来我们家比较频繁, 他喜欢开摩托车, 但买不起, 就经常骑着我们家的摩托车到处溜达, 油快没有的时候再给我们送过来。 父亲家完油, 他过两天又过来骑了, 如此反复, 父亲也不好说他什么, 因为每当说舅舅的时候, 母亲都会拦下来。 后来舅舅出去打工, 每一次出去打工, 都是从我们家拿的路费, 老爷都里面没钱, 他只能来我们家拿。 不过舅妈对我倒也算可以吧? 这个也算可以, 是相对而言的。 比如说我去上姥姥家的时候, 他会给我拿一个冰糖吃, 或者说拿一个糖什么之类的, 跟其他那几个老表吃一些别的。 只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就结束了。 当人不在了, 所有的美好, 所有的喜欢, 都会显现出真正的面目。 父亲走了之后, 半年时间里, 在舅舅的帮助之下, 母亲把我们家的三轮车, 摩托车, 浇水用的棒, 还有一些沙子, 水泥, 全都拉走。 我们家的那个离地的梨华, 也被舅舅拉到极镇上去卖了。 短短半年的时间, 父亲用一生置办的这些东西, 全都被舅舅拉走卖了。 而后, 便是母亲改嫁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小, 还总是以为母亲只是改嫁了, 但我们之间还是有亲情在的。 有时候, 在急镇上遇到舅舅或者是老爷, 我会挥手跟他们打招呼, 但他们每次看到我, 都是转身离开, 甚至有一年半年货的时候, 我在急市上迎面看到了舅舅拉着老爷, 我便跟他们打招呼, 一直喊着舅舅和老爷。 他们看到我之后, 把头扭了过去, 把帽子压得低低的, 舅舅瞪着三轮车走了。 他是站起来蹬的, 火速地离开了。 从那之后, 我就很少再跟他们见面了, 也很少再说话。 一直到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就想着给母亲借钱, 等我大学毕业了, 还给他。 可是母亲已经好几年没有出去打工了, 都里面确实没钱, 他就让我去跟舅舅借钱, 说舅舅这两年发展的还算可以, 还买了一辆宝马车, 都里面应该有钱。 奶奶给我准备了一只鸡, 还有一些鸡蛋, 饼干, 让我骑着自行车去上舅舅家借钱。 然而, 一连几天都没有碰到他。 眼看马上就要开学了, 我钱还没有凑够, 于是我下定决心, 蹲在家门口守着舅舅, 一直守到天黑, 也终于守到了。 我表明了来意, 舅舅直接表示兜里没钱。 舅妈也不乐意了, 让我赶紧走, 说我坐在他们家门口, 影响他们家什么之类的, 说我是没有父亲的人, 是不急, 利的, 总之就是不能在他们舅家门口坐着。 那次, 我拜信而归, 一分钱没有借到, 还被舅妈羞辱了一顿。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奶奶做好了饭, 我们两个就那么默默地吃着, 也没有说太多。 因为这是我弟好几次 把鸡蛋和饼干带回来了。 奶奶叹了一口气, 说到明天, 要不去上小姑家看看吧。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有两个姑, 大姑相对来说好一点, 她知道我考上大学后, 给我拿了几百块钱, 小姑家比较穷一点, 一直在家里务农, 兜里确实没钱,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想去上小姑家的原因之一。 毕竟去了她拿不出钱, 只会更尴尬。 这些年, 说实话, 虽然小姑没有在金钱上帮助过我, 但给了我无限的关心和关爱。 我上高中的时候, 每次送被子, 几乎都是小姑给我送过去的, 毕竟奶奶年纪大了, 她不能给我送被子, 而入了秋之后, 天变化很大, 一天一个样, 有时候我冻得瑟瑟发抖, 想着回家拿被子, 但都是小姑把被子送到学校。 她没有什么钱, 每次来除了送被子, 就是给我买两个烧饼, 再买几个苹果, 这都算是很稀罕的东西了。 如今, 眼看就要开学了, 钱还不够, 实在是没有办法, 老话说, 死马当活马医。 我很无奈, 也只好去上小姑家了。 刚到小姑家门口, 就看到她在洗衣服, 一个破旧的滚筒洗衣机 已经用了很多年, 而且外壳已经坏了, 那滚筒在支呀支呀地转动着, 感觉只要人不服着, 一下子就能够倒在地上。 小姑看到我来了, 惊喜得不得了, 但这个惊喜一方面是 惊喜于我考上大学, 另外一方面应该是慌张。 其实这个时候, 不管是谁, 只要看到我出现在她家门口, 都能想到是来借钱的。 我知道大家烦我, 不想看见我, 不想借钱给我。 就像舅妈说的那样, 我是个孩子, 是个学生, 大学毕业还要很多年, 这钱算谁的? 谁来还? 万一忘记了呢? 我都懂,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我能怎么办呢? 能想到的都想到的, 如果有办法, 谁乐意去借钱呢? 那可是八月份, 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每天骑着骑航车在太阳下奔跑, 现在想起来, 还能够感受到那天下午炙热的阳光, 烤得我发晕。 小姑把我领进屋, 给我切了半个西瓜。 我们说了很多的话, 她一直问我衣服够不够, 学的什么专业, 钱凑够了没有? 说着说着, 小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别担心, 我给你准备的有。 说完, 就从礼物里拿出来一个袋子, 从袋子里拿出来一些钱, 交给我手上。 那钱是用橡皮筋捆着的, 有一百的, 五十的, 十块的, 甚至还有一块的, 零零散散, 大概是一千二百八十四块钱。 我看到这些钱, 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小姑却笑着哭了, 一直安慰着我, 不要让我担心, 还说这些钱早就给我攒起来了, 从我上高三的那一年, 就开始给我攒钱, 就等着我过来拿钱呢。 我跟小姑说, 我不想来拿钱, 我知道她的日子过得不容易。 小姑却说傻孩子, 不要担心, 咱都是一家人, 你考上大学, 我作为小姑的肯定想着, 大钱拿不了, 小钱还是可以给你拿的。 这钱, 我并没有全要, 抽走了五百块钱, 把剩下的钱, 全都给了小姑。 因为小姑也有孩子在上学, 我不能全都给拿走, 拿走的话, 她的日子没有办法过。 我把鸡蛋和饼干, 全都留给小姑了, 转身就走了。 大学四年怎么熬过来的,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一年到头, 我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会回家, 其他时间全都用来打工。 也终于把大学给读完了。 工作之后, 日子慢慢开始有了一点点转机, 结了婚, 也在外地买了房子。 说来也是奇怪, 自从毕业之后, 母亲开始跟我联系频繁了, 就连舅舅也开始给我打电话。 当然, 只有在年底的时候, 我们才会联系一下。 大多时候, 都是母亲让我上她家里去做作, 但我都拒绝了。 有时候, 舅舅也会给我打电话, 但我一般情况下, 都是很少跟她说话聊天的, 直到这一年, 母亲和舅舅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了。 后来才知道, 是舅妈好像得了一个什么病, 住在医院, 单单手术费都要十几万, 母亲给我打电话, 意思是让我到医院看看, 哪怕不借钱也行。 因为我就是在市区工作上班的, 房子也是买在市区, 舅舅来到市区看病, 他从心理上觉得一来我是外甥, 二来我就住在市区离得比较近, 下班去看望一下也挺好的。 母亲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但我确实工作比较忙, 就没有去。 后来舅舅给我打了电话, 话里话外意思就是说, 兜里已经没有钱了, 想着跟我借钱, 不说借几万, 哪怕一万块钱也行。 我觉得挺搞笑的, 当年我去借钱的时候, 他们把我拒之门外, 甚至连让我进家门都没有, 现在却给我打电话来借钱, 这怎么能够说得通呢? 结果舅舅便说, 我大姨和二姨家的孩子, 每个孩子拿了两万块钱, 他知道我这些年比较辛苦, 所以说只需要让我拿一万块钱就行。 我笑了, 原来他在体谅我, 让我少拿一点。 只是, 我跟那几个老表 也只是在以前的血缘上 有一定的关系,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连他们长什么样都不记得, 又怎么能够论姿排贝儿呢? 于是我也就拒绝了。 可是没过多久, 舅舅和母亲都打来电话, 电话里说我是故意的, 说我没有把他们当家人看待, 只是因为小姑的儿子江河结婚了, 我给他随了一万块钱。 当时我在外地, 没有办法回来参加婚礼, 于是就给他随了一万块钱, 并送给他一些东西, 总体加下来, 大概是一万多, 不到两万块钱的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传到舅舅的耳朵里了, 于是他就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里他说我以为你没有钱, 我理解你, 谁知道你这么有钱, 出手就是一两万块钱的份子钱, 你借给我一万块钱又怎么了? 我又不是不还你, 大家都是亲人, 我是你舅舅, 血浓于水。 你现在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你就妈躺在医院里, 你难道要见死不救吗? 我听着舅舅的喋喋不休, 也笑了起来。 我不准备跟他争辩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是内心的选择。 我觉得我在江河的婚礼上, 拿再多的钱都不足为过, 一来是小姑家确实比较困难, 江河结婚已经让小姑和姑父两个人付出了所有所有。 二来, 是在我考上大学之前, 小姑对我一直都很好, 当年我结婚的时候, 她虽然说没有什么钱, 还给我拿了666块钱的份子钱。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 600来块钱不足为过, 甚至有的人一天都能赚五六百块钱, 但要知道, 这是小姑给我拿的钱。 她在农村一辈子, 除了种地, 没有别的本事, 五六百块钱, 要攒很久很久的, 甚至可以说这是她的全部了。 而我给江河随了一万块的份子钱, 却不是我的全部。 至于舅舅如何骂我, 至于过年的时候, 母亲还能不能在姥姥家抬起头, 那都跟我无关了。 毕竟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去过姥姥家了, 而他们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跟我联系的。 联系的时候, 无非就是想着借钱, 也没有别的了。 我的钱是我辛辛苦苦熬夜赚来的, 凭什么就这么借出去了呢? 大家说我这样做是狠心, 还是理所应当?